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治疗头痛的办法 其实头痛不是一个病 头痛是七个种类的病 首先这里隐藏两个美貌的中间 头痛的时候 还有额头头痛的时候 还有左边偏头痛 右边偏头痛 头钉头痛 还有后头头痛 还有最后一个是软七八糟的 有的时候这边 有的时候那边转来转去的痛 这样一共七种的头痛 都是不一样的原因 还有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一起考虑一下 九遍头痛的时候 根本原因是什么 还有治疗的方法是什么 可能九遍头痛的人 也是每个人都不痛 有的人的话一点点 其中那个地方就是头痛 或者有的人的很大的範围 就是头痛 还有有的人的话 可能不是痛的感觉 脚或者麻等等 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为什么发生 九遍的偏头痛呢 比较简单 心脏的问题 根本原因是心脏 有心脏病 或者心脏有很多压力 那样的时候 容易发生九遍的偏头痛 那意思是 压力很大的时候 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 也发生九遍的偏头痛 因为这样的压力 情绪上的问题都影响到心脏 那么怎么预防 或者治疗九遍的偏头痛呢 平时需要锻炼身体 然后强化自己的心脏 那这样的话 心脏越来越健康 那九遍的偏头痛呢 可以一起缓解 可以治疗 所以每天每天运动一下 推荐的两个运动师 第一个是散步走路 第二个是拉伤运动 这两个是不用花钱 但对心脏很好的运动 还有需要轻松放松的生活 不要给自己压力 很多人觉得 可能那个人不在 或者那个情况没有 那这样的我没有压力 都是对方 或者有的情况 有的地方的问题 不是自己的问题 这样想的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 自己的问题 自己给自己压力 紧张 真的吗 我们一个比喻来思考一下吧 你邀请朋友 在我的家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 然后你准备好 认真做财 各种各样的 很贵的 好吃的 都准备好了 然后 约好的时间 差不多了 你很期待 那个朋友来 一起玩 一起吃饭 对吗 但突然那个朋友 打电话你说 不好意思 今天我有事 所以不能去你的家 下次 好吗 那这样的话 你的感觉怎么样 肯定有点失望 或者有的人的话 有点生气 那个人怎么可能这样子呢 对吗 而且你可能决定 以后绝对不会邀请他 来我家吃饭 对吗 那么 现在的话 有一点改变了 我们再次 一样的事情 想一想吧 刚才说一样 你已经约好了时间 今天晚上 你的朋友来你家 然后一起吃饭 你准备好 各种各样的材 好吃的东西 贵的东西 但是 你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有点受不了了 很想休息 不想见面 那个朋友 一起玩 因为很累 有点痛 可能是 得了感冒吗 不知道 但 反正 你有点不舒服 所以不想见面 朋友 但没办法 因为已经约好了嘛 所以 你等一等 那个朋友来 但 刚刚好 那个朋友打电话你 不好意思 我有事 所以今天 不能去你家 一起吃饭 一起玩 下次好吗 那样的时候 你的感觉怎么样 可能 太好了 我今天真的很不舒服 那个朋友不来 我可以休息呢 真好 对不对 那么 一样的事情 你们约好了 然后 那个朋友 不来了 对吗 但为什么 第一个事情的话 你兴气 失望 还有第二个事情的话 你很放心 还有高兴 舒服呢 没错 其实 所有的事情 都是 你怎么想 你的观点 你的想法 你的状态 等等 改变了 一样的事情 但 你的感觉 不一样 有的时候压力 有的时候呢 高兴 幸福 所以 所以 每个事情 都是 差不多一样 你怎么想 就是 幸福 或者 痛苦 所以 好好保护 你的心态 开心的 快乐 开朗的 比较 积极的态度 来生活吧 那这样的话 心脏 有没有压力呢 没有压力 但反过来了 如果你经常 看的时候 想的时候 都是消极的 那 你的心脏怎么样 压力非常大 结果 片头痛 明白吧 那么 已经有 片头痛 左边的片头痛 怎么资料呢 首先 方学的方法 来资料一下 最快资料的方法 是 方学 我们以前 已经学过 13套的 方学的方法 如果 忘记的话 再来看一下 第68课的内容 好吗 下一个是 紫压的方法 来资料一下吧 左边的片头痛的 根本原因是 心价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 这篇真酒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 大概200篇的 真酒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 微信 联系我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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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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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